漫天飞鱼快驟 驟 驟 玩一把冷马 这边还差个一样 他知道我要在他野区开吗 没事我们可以再闹一下 埋伏会暴露我的位置的 你妈的你待会死了还把我暴露了 这莉莉雅这样他就知道 我在他野区开了这样 最烦是这种下路了 蹲对面老把自己蹲死了 这样的话我在对面野区开的优势就没有 变成他的优势了 看他充不聪明 当时不聪明的话没去我们野的话 这波应该还能转 但是我看他会开局在F6插个眼 他应该是有意识这个人 那边留了个眼 他这边有眼子 先刷一圈来 这莉莉雅应该是知道他野没了 这种时候他还是可能会去抓一波下路 因为他前面被我们下路骚扰过 这时候我们下路的话仇恨值就比较高 你这还回 这很明显我在他红开的呀 我高估他了 我看他F6会丢眼的 我以为他知道的 我这到F6漏头过 我们下路又在他的栏埋伏他了 这用屁股响都知道我要在他家开眼 他可能那个F6的眼没看到我们 他就觉得我不会在他家开眼 他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呢 他又来我家了 这时候网了 他应该是没闪 逮个现场 他第一时间过来的话 我是逮不到他的 两级的侠三级 他把道沟拉掉了 直接挂电了 猫多少有点问题 所以不亏的 这现在给他卡的塔 先杀一个我杀一个 如果要保证杀对面的话 一定要先挂点蓝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看到这个药看到没有 你先挂点蓝的话 给他挂重伤 这样的话 他嗑药回的血就多 变下就增加你的点蓝的伤害 知道吧 这样的话你才有更有把握去杀他 跑得有点快 能踹到吗 踹不到 他等一下要过来 把蓝打了 他就到了 他说好快 我这都追不上他 我开二开一 开急跑都追不上他 他没急跑的 我刚才应该回头扭一下 他的被动快到了 所以我得去反蹲一下 他没野刷 他肯定要抓线上 中上哪条路压线 他就抓哪条路 他要进我野区 这不是找死吗 一人走一边 他没野刀 他也没A在A上 先发开了 拉龙了 这也跃不下路 一人走一边 这JJ打了有点痛啊 黑暗收割西兰刀布嫩 把这么顺直接出这个吧 先出汤玉好了 这莉莉亚没办法 她必须得来我们野区 因为她下面去没了 她上面去被我刷了 她没地方去了 她只能来我们野区看一看 就跟第一波在我们这个草 碰到她是一样的 要不然就现场跟她队友抢线吃 真杀了 什么意思 阿卡丽不见把她吓到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这波其实是被阿卡丽杀掉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她刚才要刷伤了 她又回头了吗 因为阿卡丽从这个位置走到这边来了 不然我们是可以一脚把她收着 留了个R 所以她走到一半她掉头了 有眼的话 她刚才就第一时间不会往这个位置走 我感觉好像优势先买汤鱼也挺强的呀 这AOE有点看不懂 只要这个RWQ每一下都能触发 然后晕的时候再打个AQ 可以触发4到5次的汤鱼 一次汤鱼的话就175 5次的话就1000血 1000AOE 我操 只要有两个人在的话 这一套连招多打1000 杀下每个人多1000 想象有点离谱 所谓偏道沟 这鞋还是嫩嫩一点 往上来我可以救你呢 等他们来吃蟹吧 这边应该没眼 有三男在 只要守住这个口就好了 应该会有人过来 有人过来我们去杀赛纳士 你好 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吗 叫什么坡 不用我讲了 有兵在也能触发这个伤害 甚至AD还被我R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九头的伤害 见色过去了 直接蓝青鱼吧 急跑还在续上 这个AD肯定要带了 他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炭了 你看他已经不值钱了 这个塔他就一定会吃了 我爸好像没开的 那是一个吸点血 漫天飞鱼快焦 焦 不管哪个鸡毛走的都非常的安适 龙呢 龙不是我们的吗 怎么是对面的呀 我刚才没看到有人过来啊 诶 我根据你 再拿着 逛逛 他有假修在踹不死 有本事你出来 这个人好贱的 他在勾引我你个扫货 他知道我想拉五杀 当时他就不给我拉五杀 伤害不够 你看他这护甲将近200点 他现在是近战英雄的属性了 跟着波刀刀双抗加了没有 现在英雄的双抗比较高 他从远程改为近战了 我去把Q叠一下 Q叠起来伤害太高 准点蓝没蓝了 快撤就好了 主要是我交W就没蓝了呀 我就100多的蓝 一个W90点 他估计看到我没蓝了 他才这么上 全是假修 杀的假修特别慢 有黑切的话 打这两个也快一点 清语的话 杀的三个远程好用 因为有减速在他跑不了 打这两个近战就不好用了 对莉莉亚他现在是近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这个版本强的原因 因为他出小面具 小面具近战跟远程的话 伤害差了一倍 有黑切破甲加蓝轻轻 这个效果就很明显 给EZPOG还是伤害高的 对都把EZ伤害给我们定了的意义